你要記住一件事喔 因為 因為 我跟你講 VBA裡面 比較困難的事 比較困難的事 不是這些操作 不是這些錄製 因為這個動作你反而就會做 請問你會不會把 A2到N2選取起來 會 會不會把背景改為黃色 絕對會 對不對 可是 重點是 你等一下要想辦法知道說 哪裡需要修改 因為那是程式嘛 好 畫面就用一下囉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看程式 在開發人員 這個錄製聚集的左邊就是一個聚集 現在就只有一個聚集 叫做聚集1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要看程式碼的內容 我可以透過 透過 VBA 終於來了 VBA 這就是VBA VBA 因為這個字啊 實在是 太小了 所以我就把字啊 變大一點點 可是我不會幫你看喔 因為這個程式碼的東西 因為這個程式碼的東西 要你自己去看 這樣字大多了 對不對 現在帶 近視也不是 帶老花也不是 現在就只能 就是把那個 例如說近視500度 然後老花100度 就直接配400度 只能用這種方式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 我們要看的是這一段 好 我先大概解釋一下它的架構 這是一個 副程式 就是 就是 副的意思 不是 不是主要的 是次要的 應該翻成 中文說 是次要的 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 更有名的是 副程式 就是 不是屬於主要的程式 是屬於次要的程式 有一個次要的程式 叫做 有一個副程式 叫做 聚集一 這是 這是這個 副程式的結束 就是 它在那個 SUB的前面 會多加一個 end 去做區別 一個是 副程式的開始 一個是 副程式的結束 好 其實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end 例如說 with with end with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這一段 是在做什麼事 好 你先看這一段好了 這一段 簡單的說 都是用國中英文單字 學電腦的人 他邏輯好 但是語言不好 他會用的 也都是國中的語言 而且basic 其實不是這樣子講 應該是說 他用的都是一些 比較簡單的語法 簡單的文字 你看喔 在這邊是不是 什麼範圍 A2到N2 然後做什麼事情 這邊有一個點 這邊有個點 剛剛有看到那個 取得活業部的資料 好 這邊 這個點 選擇 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 選A2到N2 你們不用去背 因為他會自動幫你寫好 何必背 對不對 再接下來 請問這一段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選到範圍之後 然後我們做什麼事 你要講清楚一點 那個什麼顏色 黃色 對不對 就是把那個 選到的範圍怎麼樣 變成黃色背景 對吧 好 所以我覺得 你也不要管他寫什麼 因為 你要研究這麼多 除非你要去寫層次設計 好 接下來 請問你 這一段看得懂是什麼意思嗎 看得懂 這一段 也看得懂他寫什麼 對不對 這一段也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一段 你也知道他在做什麼 好 這一段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一段 你是不是也知道他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看所有程式 你是不是都了解 因為那是 你做的動作 他幫你自己寫出來的程式 如果叫你寫程式 你寫不出來 沒關係 可是你會做那個動作 好 你要學會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請問 這邊 這邊是不是A2到N2 然後 這些 好 這裡面是不是A4到N4 所以這2 是不是要變成4 對吧 那這邊內容根本就一模一樣 這樣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透過一個 函數 那個函數 2變成4 2做 2做完做4 4做完做6 6做完再做8 依此類推 那你根本就可以不用 這麼辛苦的一行一行在那邊畫 我們直接用程式就幫你跑完了 好 或者是 或者是 請問 像剛剛那些動作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 我自己再撰寫 請問你會不會用程式嗎 寫 第10行讓它變黃色 第12行讓它背景變黃色 會嘛 例如說 這邊複製 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10 10 這就是第10列變成黃色 會做嗎 我想這應該也會 但是沒有人要這樣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應該要學的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復回圈 那有興趣自己再慢慢回去看 好 我現在 我現在要教你的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先把它 內容 內容 先把它全部都清掉 內容先全部都清掉 也就是說 常用底下把它改成 填滿顏色是 無填滿 好 接下來呢 我就去開發人員 聚集 聚集一 執行 執行 你看 第10列是不是也做完了 我沒有要叫你去做第10列 我只是希望說 你去測試一下 你剛剛的 你剛剛的那個動作 做出來是不是正確的 怎麼執行 就是 開發人員 這邊這邊有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所有的內容 選到 選到之後 常用底下 這個顏色 填滿顏色改成 沒有填滿 沒有填滿囉 好 接下來 麻煩你去用 開發人員 聚集 執行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再跑出來 知道嗎 測試你剛剛 錄製的聚集到底正不正確 好 來 切門動手做這件事 因為你這樣你就回家真的有心 去把我的VBA看完 就會知道說VBA到底多好用 而且如何做到辦公室自動化 先把內容說清掉囉 這樣就代表你做對了 好了 請問一下 因為你有學過聚集 所以你知道聚集如何執行 對吧 沒有學過聚集的人 他一點都不知道聚集在哪裡 他甚至不知道什麼要點開發人員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 製作一個按鈕 讓使用者知道 點這個按鈕 就會 就是 背景改成黃色 這是很 一目了然就可以 讓每一個人都看得懂的事 我們要做到這件事 來 畫面就用 好了 好 一樣 我先把全部的內容 全部的內容 這邊都把它清掉 好 就是沒有做任何聚集 沒有做任何聚集 然後呢 為什麼後面要教什麼開發人員 這裡面 然後建立一個 這個 例如說按鈕 讓別人去按這個按鈕 然後來去 執行 某一個聚集 好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說 假如說我沒有學過聚集 我根本就不知道要點什麼 開發人員聚集 的執行 好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我建立了一個這個按鈕 插入 插入這個 這個表單控制項第二功能 好 例如說畫在這邊 我這邊我做了一個按鈕 做了什麼按鈕呢 就是 它去指定 執行 這個聚集一 確定 好 最好是把這個名稱換掉 不然你寫按鈕16 別人也不懂 這是要做什麼用的 好 例如說在這邊 我們就輸入 例如說 偶數列 便 底色 好 你看 如果 如果 今天 就是 不會使用 聚集 不會 不會 寫聚集的人 他看到 他看到這邊 好 如果他希望 做偶數列 變成 變 底色 好 例如說 他可能就會點一下他 所以你看這個 按鈕 是不是很重要 他根本就不用知道 什麼 開發人員聚集 執行 他不需要知道這些東西 可是他一定會知道 假如他今天真的要把那個背景 底色 換成 換色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可以點這個按鈕 這樣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而且這個按鈕 只要按一次 你下一次 就算說 你對聚集也不是那麼熟悉 而且 一年前 一年前 你曾經 假設 你曾經做過這個聚集 你忘記了 到底一年前做過什麼 你都可以 看到說 這邊有一個按鈕 這個聚集 我曾經在這邊寫 偶數列 變色 這個聚集 就直接點一下他 這樣可以知道嗎 所以 製作按鈕給別人去使用 這絕對是那個辦公室自動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很簡單 我再做一次 怎麼做 在開發人員 插入 插入這個控制項 有沒有達到控制的目的 有啊 就是讓一般使用者 能夠快速去使用 剛剛曾經做過的聚集 好 所以插入這邊 選這一個 然後在這邊記得畫 畫一個斜線 就畫一個範圍 要放置這個按鈕 看你要指定 這個按鈕 是要使用哪一個聚集 然後確定 記得把這個字改掉 因為按鈕17 別人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你要是告訴別人說 這個按鈕是做偶數列變色 我想大家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這樣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好 請你們動手做一下 做出那一個按鈕 好